這個filter就是過濾器 可以讓我們去在這邊輸入之後的話 可以查到我要查的相關景點 比如說我在這個地方 這個前面好像用過 比如說我現在找什麼 試試看好了 速食 你打個速有沒有 你會發現速食通通出來了 那你把它移除的話 全部又出現了 再來點擊它 這個是home的這個畫面 點擊它之後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這個範例裡面 還有一個貼心的設計 就是說它會自動去取得GPS的坐標 但是因為我現在不是在實際上測試 所以它沒有辦法取得GPS的位置 它會跳出警告訊息 跟我講說無法取得GPS的位置 不過你如果這個範例是在實際 就是你的手機上面run的話 它會先去偵測 你現在GPS的位置 如果你現在在室內的話 它會去偵測就是你有沒有Wi-Fi 如果有Wi-Fi 它會去抓Wi-Fi的這個你的位置哦 如果沒有Wi-Fi 你是用3G上網 它會去抓3G基地台的位置 因為只要3點就可以 3個點有沒有 就可以定位了 如果抓Wi-Fi的話 它會去抓那個基地台 就是你Wi-Fi那個基地台登記的柱子在哪裡 基本上我之前測過 用Wi-Fi還蠻準確的 大概都會抓到那個什麼呢 正確性還蠻高的 所以不曉得各位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個廣告 中華電信好像最近有一個新的服務 好像是打1288是不是 你要打電話過去 然後如果你迷路的話 你打1288 你可以問他說 我想要去哪裡 你跟我講 附近 比如說那個廣告什麼 去麥當勞有沒有 那個媽媽開車帶小朋友 結果找不到麥當勞 打那個1288之後的話 那個 那個服務人跟他講說 你只要往前再右轉就可以找 果然他就馬上找到 他就是利用類似像這樣子 手機本身有GPS之外 他也可以抓到手機用戶現在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他利用那個位置再幫他暴露 這樣也可以也可以賺到那個 其實中華電信還蠻聰明的 這樣的服務 其實如果精采有人打的話 他的收益其實還蠻高的 當然這一題是因為 這邊秀出來是因為呢 我這個地方不是時機 所以沒有一個裝置的 不過PC上面 將來應該也可以裝個GPS之類的 不然的話 OK 那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擇什麼 選擇幾個 第一個可以編輯 可以針對什麼 我先返回一下 比如說這個 點進來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可以編輯他 有沒有 直接帶過來也可以編輯他 這裡面的資料 詳細內容 名稱有沒有錯誤 還有經緯度有沒有錯誤 如果有錯誤的話 你把它修改完之後的話 就比如說我這邊前面 講多一個XXX 這樣子 OK 按修改 那你會發現前面就可以修改了 點擊進來的話 這個資料呢 也會做做一個修改 名稱的話被我修改了 那氣氛的話這邊當然也可以修改 修改 OK 你會發現點進來 這邊的訊息有沒有 那另外還可以刪除 如果你覺得這個景點不OK的話 你可以刪掉 那這個時候他會跳出是否刪除 確定 這一筆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 這個範例其實還蠻完整的 除了有什麼呢 有編輯 有 刪除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呢 還有一個打卡 打卡是什麼呢 新增的意思 比如說你到了 埔里附近 不見得一定是埔里啦 其實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五股 五股好像沒什麼太多金 你可以換個你說新北市 好像跑來跑去 真的 都是人嘛 不然就小巷子 不然就看來看去 除了人之外 還是人 除了車子以外 還是車 就高樓嘛 好像有什麼 值得提的景點 好像比較少一點 或者你可以餐廳啦 如果 諸如此類的 那你可以新建 有沒有 如果比如說我今天 新建一個景點 名稱叫AAA 好 然後內容的話 就是BBB好了 把它的經緯度 特別注意 這個所謂經緯度 如果 因為我現在是 在 電腦上 DEMO 沒有GPS 也沒有那個Wi-Fi 也沒有3G訊號 所以會抓不到 不過正常 如果你在手機上的話 這兩個數字 是會自動帶過來的 這個兩個數字 不用自己填 那你可以怎麼樣 那他 他假如說 假如說是我 我今天已經抓到 假如